有沒有做過酒測 寒住喔 一口氣吹到底喔 開車撞到人 遠景到場進行酒測 不過駕駛似乎還在忙 我說停在停 我叫你繼續好不好 一次不行再來一次 態度看似配合 不過喝酒就是不該上路 而且酒測值還不低 大力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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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再來再來 好 給你看喔 0.56 渾身酒氣酒精濃度高達0.56 酒駕男還是一名公眾人物 直播公開離婚消息 他是藝人洪小雷的前夫王世均 因為家暴外遇加上財務危機 讓兩人的感情在2016年畫下句點 淑女車前輪被撞到嚴重變形 事發在30號晚間 王世均開車行進北市復興南路 右轉仁愛路時疑似視線死角 撞到一名法國籍的女單車騎士 她趕快下車自行報案 事後在臉書PO文道歉 表示自己貪圖意識方便 酒後開車承諾會負起責任 自小客車這個駕駛 她並沒有受傷 那自行車騎士 她頭部有撞到車輛 但是沒有明顯的外傷 喝酒開車撞傷人 索性女騎士傷事沒有大礙 王世均被以公共危險罪移送 最後以兩萬元交報 先前屢屢爆出醜聞 好不容易擺脫離婚風波 卻又因為酒駕撞人 再登媒體版面 記者黃天耀 許志成台北報導